如意转,李玉为报恩,暗插如意自尽真相,只用一招就扳倒魏燕娃。 由霍建华与周迅主演的如意转仍在热播中,这部剧投资巨大,更是用了九个月左右的时间才完成拍摄。 从剧中来看,整部剧在细节的处理上也是特别好的,而且剧中每个人物都是非常有特点的,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,演技都是在线的。 其中黄有名饰演的李玉,是乾隆身边的太监总管,也被称为是最帅的公公,颇受大家的喜欢呢。 剧中的李玉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痴情的角色了,一生都痴心对待索欣,但是他知道自己是不健全的男人,索欣也曾暗示自己是喜欢儿女之福的。 索欣为了维护如意的清白,在肾形丝的时候被弄伤了一条腿,在如意登上后卫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与江宇宾私婚,而李玉也是用自己的积蓄置办了。 几十亩良田送给索欣,表示自己的祝福,并且承诺会在索欣离开之后,竭力照应着如意,不只是因为索欣,更是因为如意对她也是有恩情的,而她也是做到了。 作为本剧的大女主,如意却是没有一点主角光环的,身边一群神助攻,但是终究还是没有落一个好下场。 还记得当初李玉还不是总管的时候,就一直受到王亲的压迫。 在海兰被诬陷偷去探火的时候,索欣去找皇上兵报,却被王亲给阻拦住了,幸好是李玉及时通报了皇上,但也因此被王亲罚跪瓦片,把两个膝盖都给跪伤了。 还是索欣给他,还是索欣给他,如意还亲自给他抹药,这份恩情他也是一直记着的。 而在如意之后的上尚未之路,也是少不了李玉的帮助的。 在未宴晚崛起之后,便开始设计陷害如意,不仅是让皇上误会如意与凌云彻之间,甚至因为勇气的去世,让大猪蹄子先怒于如意,导致如意与大猪蹄子顿发绝情。 终于还是在宫中自尽,而在如意去世之后,李玉就一直暗中调查着如意去世的真相,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。 经过多方面的调查,李玉终于还是找到了魏燕晚的证据,在皇上面前掀开了他的真实面目,只是用这一招就扳倒了魏燕晚,让皇上知道了温柔善良的外表之下包藏着的一颗黑心。 加上海兰也是故意让自己生病,又搞魏燕晚没有了戒备之心,说出了自己的所有行径,当皇上得知如意去世的真相时,不禁后悔的落泪,而魏燕晚也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